赢利了 老板 我们赢利了 昨天全国集院网吧 一天的利润足足有五千万 而且这个利润还在持续不断的增长 五千万的利润 这还只是五百家网吧 黑暗一去 中见光明 老板 银行那边又来催贷款了 你去把工资给员工们结算一下 打发他们走吧 可是 账上没啥钱了 去把电脑给他们给工资 爱要不要 老板 要不您再试试猴吉那边 哪怕一百万一家网吧 市面上两千家飓风网吧 加起来也是二十亿啊 在秘书看来 生意员的脸面哪有钱来的重要 我说了 网吧就是砸我手里 我也不让猴吉那网吧蛋占便宜 知 知道了 当天 飓风连锁网吧宣布倒闭停运 这意味着猴吉垄断了整个网吧市场 网吧让利全部取消 价格上涨百分之三十 是不是涨得有点儿太狠了 飓风网吧刚倒闭 咱们就这么整 顾客不会抱怨吗 搞清楚一点 现在吉养网吧一家独大 想来网吧玩传奇 就得挨仔 除非市场上出现第二个飓风网吧来跟我们竞争 否则 上网价格只会越来越高 这就是垄断的好处 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猴吉接完之后 脸色古怪到了极点 老板 怎么了 谁打来的 港城银行打过来的 他们两千家的飓风网吧 没有人愿意接手 问我有没有兴趣吃下 价格好伤啊 那 那能多少钱拿下啊 我估摸着 平均一家网吧 五十万就能拿下 如果拉拉关系 三十万也不是不可能 三十万 这他们要跟白给有啥区别 嘿嘿 当初 我是真想一百万一家买下飓风网吧 却被李哲剧给拒绝了 谁曾想现在三十万的价格就能拿下 这李哲剧里外里亏了两份的钱啊 还是老板深谋远虑 还好当时在左下脚领了一大批华为Mate60 Pro 还在手机市场打出点名声 啥 左下脚能领华为 对 当时左下脚厂商跟我谈合作 赞助我八千台华为Mate60 Pro 和不限量的苹果15 Pro Max 都是官方全新正品贷发票的 搞年末回馈大福利 这手机怕是没那么容易领到吧 放心 我是过了领取步骤 上线就能跳转手机的领取界面 看我的发货图还留着呢 我也想领 老板教教我 只要从我左下脚链接下载进入 再点底部下载 自动连接到新年专享通道 还能挂机自动升级 领苹果华为都比别人快 输入礼包码 那我马上去下一个 几天后 全国两千家飓风网吧 被猴急收购 至此 猴急的吉院连锁网吧 垄断了大厦全部的网吧市场 强叔 熊叔 咱们什么时候搞猴急 飓风仔 强叔知道你最近 在猴急手底下吃了亏 放心吧 书会给你报酬的 这段时间 吉院娱乐公司的业务 已经铺开了 还捧红了几个艺人 光是这段时间铺市场和买资源的钱 猴急起码花了十几个亿了 时机已经成熟 是时候 釜底抽薪 把吉院娱乐的艺人 全部挖过来了 好 太好了 这一招釜底抽薪 不光猴急这段时间铺市场的钱 全部打水漂了 公司没了艺人 就剩下他一个光感司令 就更搞笑了 巨峰仔 这 只是我的复仇大计中的一环 强叔 你还有其他的计谋 笔哲句太想看猴急吃饼了 你听说过信用贷吗 听过 好像是最近新起来的一种贷款 没错 这个信用贷只要是成年人都可以申请 据说现在的注册用户已经高达一千五百万人了 每个月光是流水就有三十多亿 你要知道 这还仅仅是这个业务的初期 什么 这么赚钱吗 谁搞的呀 向下强笑而不语 该 该不会又是猴急吧 答对了 广吧 传奇 现在又来了个贷款生意 说猴急是个商业天才 这都不算夸他 应该说他是商业神才对 我仔细研究过这种贷款形式 发现真的大有可为 猴急的那个贷款开始分期 及时还钱不要利息 可一旦违约了 开始分期 那利息可高了去了 你知道他怎么算利息的吗 怎么算的 三期利息为百分之二点五 六期为百分之四点五 九期为百分之六点五 十二期为百分之八点八 是不是觉得很少 是挺少的 比银行良心多了 良心个屁 这是在玩数字游戏 人家银行的贷款的利率 是按年利率跟你算的 而猴急的那个利率 你还完一期了 下一期是不是该按剩下的钱算利息了 可他喵一直是按最高本金算利息 而且是利滚利 折算下来 年化利率接近百分之二十四 都快达到高利贷的标准了 关键那些还贷的人 还美滋滋的 以为比银行贷款利息便宜 我去 这么黑 是黑 但是很赚钱 只不过 猴急终究是嫩了点 没有发现这种贷款模式的 终极赚钱秘密 强叔 能别卖关子了吗 闭口气完行吗 我急 ABS 也就是资产证券化 是一个华尔大佬交给我的一种模式 什么是ABS 假设我们开了一家贷款公司叫玩备 小恩从玩备上借了一万块 年贷款利率为百分之十五 一年后 连本代息归还玩备 一万一千五百 我们就在这笔借贷中赚了一千五百 我嫌这钱赚得少 就把小恩的这笔钱 包装成一个理财产品 就是安宾安斯 再卖给其他人 小斌拿出一万块 买了这款理财产品 一年后 玩备公司给他百分之十 也就是一千块的利息 这一顿操作下来 玩备从小恩那里 收到一千五百的利息 又付给小斌一千块的理财收益 实际上赚了五百块钱的差价 同时手里仍然拿一万块 玩备又可以拿着这一万块 一百分之十五的年息 借给另外一个借款人 小新 一年后 能赚到一千五百 现在的情况 是一万块 现在一共能赚回两千 分别是第一次的差价五百 跟第二轮借给小新的一千五百 如此反复操作 一万元本金五轮后 就可以赚到四千 十轮 这是六千五百块 你想想看 得要是搞个几十轮 甚至几百轮的ambiance 我开设的完备规模会多大 这下不光是李哲聚瞪大的眼睛 就连一旁的刘雄都震惊不已 如果先在银行贷款 再发ABS 再贷款 再ABS 这样不断循环 哪怕就只有十亿的本金 几十轮后 也能敲动一千亿的资金 告诉你们吧 这是目前霸国华尔资本大佬 最流行的资本玩法 目前大厦还没有人搞ABS玩法 我之前也没找到 跟这种金融模式 相匹配的变现方法 没想到啊 没想到 猴急这家伙的信用 带给了我启发 我敢打赌 只要ABS的金融模式 让咱们玩起来了 将来的港城首富 大厦首富 甚至是东方首富 都会是咱们 强叔 我听你的 好 飓风仔 要搞ABS的第一步 就是先抢市场 我已经联系好我大哥了 他会派仙安集团的人帮助你 一起抢夺猴急的信用带市场 二位 我也想到了一个搞猴急的办法 猴急的网吧之所以那么火 不就是因为那个网络游戏吗 我已经联系上了 传奇原版的游戏设计师刘根说 他告诉我 他手里有传奇的原代码 想搞一个纺制品轻轻松松 我们抄袭一个新的传奇出来 然后点卡再卖的比猴急便宜 并且宣布我们的游戏 不存在独家代理 这样 猴急的游戏公司避款无疑 哦 阿雄你的想法很不错 听最近传奇非常火 每个月的流水都要破十亿了 正好 我认识内地一个网络公司老板 最近跟我聊过 也想搞网游 说着向下强递给刘雄一张名片 盛达网络公司董事长 陈乔 这样 我们兵分三路 飓风载配合仙安公司 去抢信用带的市场 阿雄你去内地找陈乔 抄一个新的传奇出来 抢沉默的游戏市场 我则带人去吉苑娱乐公司 把艺人全部带走 让侯吉的娱乐公司倒闭 这次有仙安集团的帮助 我看你侯吉 还能翻起多大的风浪